在22号是世界地球日 也是香港管制极气塑胶餐具和产品新法令实施的首日 有餐饮业界人士就表示 香港有1万8星间的餐厅 现在大约有三成已经开始在改用环保极气餐具 不过就酒店业界人士就指 像是玉茂还有提到这些难以找到非塑胶类的一次性的产品 所以希望环保署能够帮忙推荐一些供应商 香港管制极气塑胶餐具及产品的新法令 22号期分两阶段实施 新法令下餐厅 零售店和酒店宾馆都需要从源头减费 第一阶段禁止商户提供或销售已有成熟替代品的 极气发泡胶餐具 塑胶饮馆和塑胶刀叉等 不过塑胶杯 塑胶盒等仍然可以使用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 目前木制或竹制餐具整体比塑胶餐具贵 例如比起成本每至一毛钱的塑胶饮馆 纸饮馆约贵30% 而竹制饮馆成本则增至两毛至三毛钱 他预计当入货量增加 环保餐具价格会相应下降 其他极气塑胶产品方面包括胶饼棉花棒 雨伞带 气球棒 银框棒等也禁止销售和免费供应 不过 废医疗用的胶手套就可以收费提供 另外 酒店同宾馆将不能够免费提供胶饼牙刷 牙膏 胶书等 胶尊装水也不能免费供应 旅客如有需要可付费购买 酒店营运总监崔定邦表示 牙刷牙膏有木质或纸质包装 但玉帽及剃刀目前仍较难找到贴带品 希望环保署帮助寻找供应商 我们都期望环保署是可以提供到 因为可能我认为环保署他们自己都有办法 比较证明些可能找到多些渠道 我们是乐意如果有一些名单 有一些渠道的我们乐意去主动自己 去问他们拿些产品试一下 新法里设有六个月试用期 环保署建议商户 试用期内应尽快用完受规管产品的存货 并尽早预备合适的替代品 试用期内环保署人员不会对违规业务执法 风华卫视王金路新闻报道